受独居老人儿女所托,我每餐都给老人送饭,半夜有人狂敲我家门,一睁开眼傻了。 我们家楼上有一个怪怪的老头,他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,独居在楼上的单元房里,这些年逢年过节,从来没有看到他的儿女来看望过他。 怪老头其实很可怜的,他妻子早早病逝,他一个人把雅二一女辛苦地拉扯大,结果儿女长大了都在外面工作,过得都不是很好,不愿意把他接过去住。 怪老头每月都有领退休金,基本生活还可应付,身体还算健郎,他从来没有抱怨过自己的儿女,总是为儿女们辩解,唉,不怪他们,人老了,他们都忙,没时间回来看我,我也不愿意拖累他们。 我和怪老头的子女们是一起长大的,他的子女们逢年过节虽然回不来,但是经常会给我发红包,有时是2500,有时候是3500,他们托我帮忙照看一下楼上的怪老头。 老头的耳朵 老头的耳朵很悲,他在楼上看电视的时候,总是把音量开到最大,我媳妇每次做好饭菜以后,我总是把米饭装进保温杯里,然后再把炒鸡蛋,炒青菜,还有小炒肉拨到米饭上面,然后把保温盒提上去给怪老头。 我顿顿都给怪老头送饭,但是老头确实影响到我们休息了,我直接跟怪老头说,大爷,能不能把声音弄小一点?怪老头看住我冷了一下,然后关了电视。 我想走的时候,怪老头突然说了一句,有时间能不能多上来陪我说说话,我一个人太无聊了,我把电视开住,屋里有个声音,才觉得不怎么的空荡。 我开始理解他了,后来我每天顿顿给怪老头送饭,他的儿女也会定期给我转老爷子的生活费,他的儿女也不放心老头独自一个人在家里做饭。 半年以后的一个午夜时分,我们一家人在睡梦中被敲门声惊醒,一睁眼眼泪就流出来了,屋里满是浓烟。 媳妇吓得尖叫,才知道原来我家的插头没插好,厨房里面煮火了,正在往外冒住浓烟。 我赶紧跑出去开门就看到老人第一时间在外面,他很快地给我甩了一件衣服,拿起一盆水往我家里冲。 我才发现自己没有穿衣服,后来我们一家人都平安地出来了,那个老头跟着我一起来来回回地端住盆子冲进去浇水,火被熄灭的时候,老头的脸都被熏黑了。 左邻右舍听到老头的呼喊也过来帮忙,好在抢救急时,没有酿成火灾。 我家里一片狼藉,老头邀请我们去楼上将就一夜。 老头问我们一家人饿不饿,还给我们一家人找了几套前净的衣服,煮了面条,里面放了一个荷包蛋。 我没有想到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老头,这个在我看来甚至有些可怜的老头,仅仅因为我受他的儿女直托给他送几顿饭,他就能在危难的时候,第一时间冲在前面,救了我全家人。 我和媳妇特别感动,我们俩商量好以后咱们还顿顿给老爷子送饭,但是这钱是万万不可以再收了。